美術館 美術館 我認為一個當代的美術館 其實它的當代性很重要 就是跟這整個市民的關係 它必須成為市民的一個生活的 文化生活、藝術生活的一個場域 一座有美術館的城市是很幸福的 那我最希望的是 經歷這四五年來的努力 市民能夠當朋友來的時候能夠說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城市是有一座美術館的 其實我來接任館長的時候也已經22年了 當然一定有一定的歷史 那更重要是它當初規劃的時候 其實在80年代末 也就是台灣興起第一波所謂的美術館的風潮 第一個風潮就出現了三個美術館 就是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中的國立級的國立台灣美術館 那高雄又是一個市立級的高雄市立美術館 而那個時候的美術館當然就是你看全國才這三個 所以它在一個城市裡面的角色是非常的崇高的 所以當初的整個建築規劃的氣氛 也比較符合那時候就是一個藝術殿堂的形象 那銜接的我們改變成行政法人的時候 應該可以說是銜接的美術館 新建的第二個風潮 可是那個量是暴增的 高美館從過完的全國的三大美術館的這樣一個位置 如何再去定義自己 所以第一個就是美術館的這個重新定位 rebranding rebranding的目的當然就是new brand 提出我們自己的新的定位 我一開始做了三個很重要的co-branding 就是品牌聯名的概念 那三個co-branding 第一個是泰德美術館 第二個是日本的深美術館 第三個是法國的最新的國家級的博物館 就是museet de Gabrielani 凱布朗利博物館 第一就是我希望能夠像深美術館一樣 翻轉這一個城市的文化想像 那跟泰德美術館一樣的就是希望 一個有一定歷史的美術館 透過不同的經營的理念 或是不同的program的導路 它還是有一個翻新 甚至在這個城市裡面 甚至在全球裡面有一個更新的能見度 那第三就是凱布朗利博物館的做法 凱布朗利博物館的重點就是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平行對話 這樣的方式是我在為高美館尋找的一個新的定位 這也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嘗試 以大南方我們英文稱為South Plus 來重新延續我們所謂的南部第一大館 這樣一個地域型美術館的背景 打造高美館成為一個新型態的美術館 那所謂的新型態的美術館在這裡 除了我在說的它跟市民的關係 從殿堂那種市民來重養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機構 到成為市民生活美學的一個文化廣場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美術館 進來美術館的關係 是新關係的建立 我們有園區公共藝術 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 進到美術館 從進美術館 從北大廳進來 就是一個全新的氛圍 所以那時候我來的第一年法輪園年的第一年的管慶的口號 就是要打造一日有的藝術生態園區 因為比較了解高雄市民的喜愛 所以接近大自然他們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可是進到生態園區裡面 如何讓藝術就呈現在它的周遭 所以那時候我們又提出了第二個願景 就是美術館成為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 第四個國際特展 Tony Osler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應該也是我們用特展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的經費是不足以依助它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透過自己自售門票 這就是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等於是完全自製的國際特展 那這個展覽其實我們才展出 一月二十二號才展出 一週之內就被Art Forum 這是全球最重要的當代 現當代的藝術雜誌之一 評選為全球必看 World Wild Must See 是Bission的第一名 這個四年來我稱得歷經三個階段 把美術館真的從館內到館外 然後從館外又翻轉進來 這樣子的一個真的是一個 我想是完全的蠻劇烈的一個改變 接下來的挑戰 其實就是我們園區的更大的擴研 讓美術館的活動進入到園區 然後從園區進入到社區 從社區進入到整個城市 然後更重要是把它們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擴研 然後引導進來美術館 而進來看藝術的氛圍 又是非常的愉悅的 就是美術館真的成為 城市的美好生活的一環 中文字幕提供